韓先生第一站帮人家站台的 就是高雄的徐彩征 徐彩征其实本来他没有要从政 这是他在台上自己说的 那他现在真的要从政了 继承自己父亲的一个衣钵 那韓先生也去帮徐彩征站台了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跟大家讲 他真的让我看到了 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 没有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的人 反过来咬人的人 这种人最可怕 韓先生让我们看到 没有人走茶凉 这个叫做有情有义 第一站献给徐彩征 我们也都知道 徐坤元议长为什么会亲生 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因为韓先生被罢免了 他说了 台湾这个社会没有是非 活着还有什么的意思 韓先生被罢免之后 徐议长以死明治 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惋惜 我们从徐春元议长身上 除了看到是非分明之外 重情重义 让人非常的敬佩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个 老实讲 我也不认识财征 我对他的爸爸是很敬佩的 所以再加上韓先生也有发穿云件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给财征加油 是不是这样 夫人人也非常的好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吗 看到韓先生在台上的演讲 看到那种渲染力 看到那种不用读稿机 侃侃而谈 我跟大家说 这个魅力叫做无人能及 这一次韓先生的演讲 我可以说是这个100分 为什么呢 你看看这些绿色的媒体 好像也找不到韓先生的点来黑他 以前韓先生讲什么美白小腿 什么有没有 鹅蛋被做文章 无聊死了 但是这一次韓先生的演讲 连绿媒也找不到什么点 他只能说什么 柯支人什么切割什么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韓先生回来了 这我们之前说过 他这一次回来 感觉上是要强势回归 这跟我们之前讲的标题一样 所以就感觉他真的回来了 那日后希望韓先生 再多帮一些人站台 因为韓先生那个演讲 他讲话的那种那种力道 那种渲染力 除了无人能及之外 他会讲到触动你心 这才是最厉害的 包括柯支人之后 我都非常非常希望 柯市长要能够找韓先生去站台 不要说别的 韓先生在台上一站上去 他的这个团队 我们看到赵新哥也在啊 看到李四川川博也在啊 他这整个韓团队在高雄的付出 又把大家拉回到的那个情境 对吧 韓先生不要说别的 什么路坪灯亮水沟通 这些是凭着良心在做的地方建设 在短短韓先生执政 高雄执政的这短短的时间 你看为高雄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说 尤其是韓先生他的韓团队 他们上台 讲到那一些这么平良心的 对地方做的这个建设 就短短的这么一年 一年多的时间 韓团队在高雄真的做的很棒 民进党在高雄二十几年来 放烟火 把高雄建设的非常漂亮 我们肯定他们这一块 包括到高雄 我真的觉得高雄太漂亮了 那个都是我们表面 表面看到的 就是这样 表面说挺不见得真的挺啊 表面漂亮也有可能 金玉其外败蓄其内 那高雄很漂亮 游牧共睹 但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呢 下水道呢 你看不到的这个天坑呢 你看不到的后来登革热 又起来了呢 这些都是和人民息息相关的这个问题嘛 这些议题跟人民这么有关 人民不可能没有感觉 不可能 是吧 所以韩先生他在台上 他另外又讲了爱情摩天轮 他也重新的又解释了一遍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摩天轮而已 这是一整条的产业链 那韩先生把他讲的更清楚了 尤其希望高雄走出去 国际化 让货出的去 让人进的来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愿景 韩先生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高雄人民那个被受全世界注目 是焦点 在韩先生的主政之下 你看多少新加坡的好朋友 我们多少多少国外的华侨 眼光全部都注视在高雄身上了 包括我们亚洲的这些城市 大陆香港什么都比不上高雄的那种 注视的程度 那是为什么 就韩先生啊 就因为他 他让这个城市被看到 确实是这样 当高雄人是无比的光荣 大家都去高雄观光 甚至我知道线上还有好朋友 都想去高雄买房子了 还有真的去高雄买房子 就因为韩先生选上 太多太多了啦 你看那时候高雄的观光业 高雄的产业 多少人去高雄玩 真的就叫做人进来了 货也出去了 真的就是这样 结果现在呢 现在呢 高雄剩下什么 剩下服饰 是吧 那是很可惜啊 我不相信高雄人没有感觉 所以高雄 你花了这么漂亮 花了这么多钱 你把它搞得这么漂亮 没有人去 有什么用 是吧 那我们很希望高雄能够像韩先生说的 再有一次奇迹 一定要像八点档连续剧的第二种 对不对 这个高雄的热度不能消 韩先生在哪 热度就在哪 高雄的这个奇迹也好 热度也好 讨论度也好 一定要延续下去 可以 你可以 。 震